我建立了花蓮音樂創作好夥伴們 他們也透過一個月一次的社群日 希望可以慢慢的創作出更多花蓮在地的音樂故事 我們今天的表演者是我們陳育豪 柯哲瑜 黑熊 劉雨哲老師 以及陳雅欣要為各位帶來兩首歌曲 哈囉 大家早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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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Yuli Yugu Naku Adang Sakura 在水源部落 我是OAS進駐團隊之音 我是一個 我覺得我的生命 天生就是要來創業的 這個創業的故事 來源於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泰魯閣足跡 立了一場很大的戰爭 叫做泰魯閣戰爭 從那一刻開始 我這個人生注定要創業的情人就開始了 我在看一間藝術文化公司 它叫基地文化 我們的公司就是為了把台灣各個民族的故事 都變成很好的藝術作品 讓大家可以更加能瞭解 以上是我們音源機會的其他夥伴 但是一個鼓手 玉豪 一直在傳承原住民族的鼓標 跟雅欣 也是為阿美族的創作歌手 先幫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那今天這堂課 其實也要感謝希望讓我們可以在八月份的時候呢 有一個很棒的場地 可以開設部落大學的課程 那我們今天要唱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我還能如何》 它可能是1914年7月份的時候 我的家族的組長 特朗安老師的領袖主獨舞感 在日本人的船艦泡力之下 來到了花蓮的平地 那我們創作的這首歌曲 這是故事的背景 在談論 為什麼我們泰倫德族 一定要去爭取 我們平地是寫三里斯嘉的故事 那我故事不要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知道歌曲裡面囉 那我想請 信長可以幫我按PPT嗎 待會會有歌詞 謝謝謝謝 請按架下一頁 那你這邊按下一頁 這樣就有我們一起 謝謝 我們互動環節 互動環節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第一首歌曲 《我還能如何》 誰要帶你來的呢 我們要請 你們兩個歌曲 你還記得嗎 你是他們的歌曲 很棒 很棒 就是了 人們的歌曲 其實很好的 不知道你 我還能怎麼樣呢 日落出場 我們就將來 你 我還能怎麼樣呢 我只想 接受一遍的歌曲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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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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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